在运通 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准收看今天的文操聖見節目 那當然這個收看顏老師節目的 我相信都是 這個一年兩年以上的 都是一些老朋友 但是最近 這個收看老師節目的 一些投資人 這個越來越多了 那當然多看節目 我們可以彼此的 稍微的交流一下 那其實在這個節目裡面 交流的一個主軸 也就是說我們對於 股票市場一個看法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這些不一樣的話 要怎麼樣來磨合 那不是說一昧的說 我在台上這樣子跟大家講 那大家都要被迫去接受 其實不是這樣子 其實有些觀念上面 那投資朋友你一定要去想清楚 比如講這個大盤 為什麼會漲 那為什麼它會回檔修正 不是說今天漲就是好事 跌就是不好的事情 其實這個看法上面 你的經驗上面真的很足的話 這個大盤不管是 出現任何的一個變化 我相信你都能夠去應對 那當然這種投資人比較少 比較少 但是我今天 因為這過年快到了 我可能一些重要的一些客人 這個客戶 會員 我大概就打個電話 去跟他們講一下 這個新年快樂 那我這邊也是祝我們這個運動產業台 收看老師節目的投資人對不對 這個新年快樂 那在這個交談當中 我發現有幾位的投資人真的 第一個耐心真的非常足 因為在這一段的一個下跌當中 老師也沒有卡電給我的會員 因為我的會員有些是清代的 那他們都不覺得很驚訝 因為他們心中非常清楚 這個大盤在下跌的時候 就算進去買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那當然今天的話 加薪指數還不錯 補量上工 大漲了100點以上 那我今天的話動作就比他多一點 動作就比他多一點 那該幫我們投資人賺錢的 我就會利用這個盤勢 這個價差或是波段的 我就開始在工作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順勢操作 你如果說想要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要達到你的目的叫賺錢 叫做賺大錢 趨勢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我們去採錢 你經常聽到別人說 你看準以後再出手 這句話的話 終身受用 股票市場裡面沒什麼大道理 充滿了恐懼 有人每天拿報紙給你看 每天的恐嚇你 從初一到十五 從月初到年底 每天不斷的不斷的恐嚇你 疫情很嚴重 FED每天要升息 台灣的經濟快垮台了 我認為那個都是拿報紙 雜誌裡面的片面的一個消息 在欺騙投資人 就像那個末日博士羅比尼對不對 講了三十年的空投 這個美股加錢指數 還創了一個歷史的一個新高 我覺得這個就是所謂騙子 騙子 當然你有你的看法 別人有別人的看法 當這個看法不一樣的時候 唯一能夠驗證這個真理的就是結果 結果 你如果說有辦法在這個大盤修正 下跌的時候你還是能夠賺得到錢 代表你的操作是非凡的 這個可以驗證 那如果說這個大盤下跌了1100點 你每天跟人家喊空投 你沒有辦法拿出任何的證據來 顏老師送你兩個字 翁蓮 往南 一切都是往南 往南的 一切都是騙局 這操作一定有證據 你可以把你的證據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全國的投資人可以做公平 或是每天喊口號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愚蠢的事情 如果說你長期收看老師的節目 你心裡面一定有感覺 為什麼你賺不到錢 其實我講最簡單的原因 你不懂趨勢這個第一個 你也不懂大戶中食物在想什麼 這是兩個最致命傷 我也希望說投資人 你可以從中慢慢的去了解 我不會想說你一次就明白了 這個人生的大道理 不可能 像我們也是從這個無知青年 對不對 踏入社會 也是經過了各種的騙局 人生的一個歷練 到現在可能是成熟度稍微好一點 但是也沒辦法說達到盡善盡美 這個股票市場裡面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跟大家稍微勉勵一下 那台股目前為止的話 距離封關這個時間越來越短了 那錢會不會越來越好賺 好 我們就拭目以待 我今天會公佈一檔紅包股 那真的我們的第一個紅包已經發出去了 有拿到的 我先恭喜你 那如果說沒有拿到第一個紅包 那你就準備拿第二個紅包 反正在封關前都有機會拿 這個新春開紅牌都有機會 好 那這個節目的節奏 從這個轉折開始講起 修正結束 出現轉折 要不要事先講 當然要 有哪一個老師可以拿證據給你看 我相信沒有啦 每個都在馬後炮 你看對轉折往上走2500點 你說轉折抓到了2500點賺不到錢 不可能嘛 不可能啦 這邊是最好賺的 買房子 買車子 買樓 住豪宅 換房子 這段行情就能夠解決了 那在下跌的時候我們一樣有賺錢 因為類股輪動 還是有一些股票創新高 雖然說加權指數往下走 還是有一些股票可以賺錢 到了這個地方12月29號 我跟你講轉折 今天加權指數來到多少 14300點 當時候跟你講的時候 只有14000點以下叫買點 我把這張圖叫做台股的一個推背圖 富可敵國 我相信我都驗證 這個當然是我們在股票市場裡面操作的一個 最高的一個境界 掌握轉折 逆轉勝 對不對 但是你要有操盤的一個方法 這個操盤的方法告訴你 你不管是處在任何的一個階段 你都要去遵守它 紀律很重要 對不對 選擇股票也很重要 比如說你看到的這張股票 它叫做瑞基 你看著看著它 你不敢買 有好嗎 沒有好嗎 你不敢買 別人就肯肯買 買下去對不對 人就賺錢了 因為你不敢買就代表說你對這張股票你不熟悉 你對它對不對 是沒有看法的 既然說你對它沒有看法你絕對不會去買 那你對這張股票了解嗎 如果了解的話你應該會賺得到錢 股票從50塊錢一路大漲到70塊錢 這個中間一張價差是2萬塊 這2萬塊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你要有準確的判斷力 但是有人判斷很準確 可能對不對 一根兩根就賣掉了 也是很可惜 這種股票我跟你講再拉回你還是要注意 那我今天會公佈我們第一檔紅包股 那長期看老師節目的 我相信昨天這檔股票 昨天這檔股票每個人都知道 這在網路上面已經引起了熱搜 今天打開給你看好不好 來 8044的網家 昨天掌停板 掌停板要不要拿證據 你認為要不要 我認為要 那你認為呢 你的老師有拿證據嗎 應該沒有 來 網家 恭喜會員 來 昨天沒有打開啦 來 今天打開給你看好不好 打開給你看 老師我要全部看 OK OK 等一下 我撕開 全部給你看 你可以看到一個老師操盤的功力 這種簡訊你看清楚 亮燈掌停板 再創波段新高 還會上漲 我是昨天跟你講還會上漲 我請你波段操作 我甚至斬丁鐵鐵告訴你 一張都不要賣 要賣會通知 有沒有 謝謝合作 老師今天又漲了7% 7% 今天解訊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漲7% 再創波段新高 來 紅包在家 很多的老師都說要發紅包給你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發 嚴老師可以在簡訊裡面告訴我的會員 網家我發紅包給你 你是過年的第一個紅包 那未來會不會有第二個紅包 你拭目以待 好不好 網家沒有做到的 你就準備做第二個紅包 千萬不要去買 好不好 這個股票我認為未來還是會漲 只是說你現在去買的話 我覺得 對不對 你低檔區你不買 為什麼 對不對 看到節目打開了 創新高了 對不對 你才去追 你都可以買在低檔區 都可以買在底部 我希望說有些股票 你要做波段操作好不好 那我今天會講幾檔股票的話 提供給大家參考 低檔股票請注意了 來 這個長得很快 你昨天開盤還買得到 股票要有延續性 你買股票沒有延續性對不對 你懂嗎 你今天買的明天跌了 你買它是沒有意義的好不好 今天不要說你買得到很難買 因為今天直接對不對 昨天沒有買到的 你今天直接一開盤直接漲停 你不要跟我講說 你今天買得到 你今天買得到也是漲停盤買的 你為什麼不昨天買 這是一檔新的 新的主流 我沒有跟你講說舊的股票好不好 我現在直接跟你斬釘截鐵跟你講 新主流 你要買就買這種新的 這個是不是底部起漲的 你看一下 明天還會不會持續漲停板 你慢慢的看 這支怎麼樣 這支你認為怎麼樣 我感覺真好 這支不錯 這支成交量比較小 有人看的不喜歡對不對 我們還是講那種成交量大的 這個都買得到 成交量對不對 比較大 每個人都可以買 你現在不買的話 你未來你真的 我跟你講你都會去追 你都會去追 你聽我的 你就聽我的 我會告訴你好不好 好那當然現在有 投資人有一種想法 就是說我現在不要做 我這個過完年再做 其實每一年都一樣 過年以前的話 大家都不願意進場 理由很多 但是你放心 過完年以後 你叫他不要進場對不對 他會拚的命的 不行 我要進場 我一定要進場 為什麼 不知道 你正在講出理由 他就跟你講說 這個不確定因素消除了 那現在這個行情有了 所以我回來做 其實我認為 現在是很好做 未來更好做 那既然現在可以賺得到錢 你為什麼你不賺 這個邏輯上面講不通 邏輯上面真的講不通 我在節目裡常常跟大家講 你想賺錢的話 就要讓岩老師找得到你 那剛剛好 岩老師也快要過生日了 我過生日有習慣 我一定會在運動財運台過 每一年都這樣 我一定會拿我的身分證 上面貼一個對不對 Sang Pass給你看 代表說岩老師 不是每天過生日的人 我一年就過一次生日 身分證上面的生日 我生日快到了 但是我今天就比照了好不好 比照岩老師的生日 我要送給各位一個大禮 一個神秘的禮物 我今天在節目裡面 我就不要講 只要你有辦法跟我聯絡上的 不管你是打電話也好 都算岩老師的生日大禮 那你就是第一個拿到的好不好 91APP今天沒有漲 我先講 沒有漲代表什麼 代表它很差嗎 你認為呢 我認為不會 每一次上漲的時候都會拉回 這邊拉回更多 這裡也是拉回 我們看一下對不對 電腦在這邊 它今天也拉回 創新高又拉回 我認為很好 你要去判斷這張股票 漲完了沒有 這個才是重點 你在底部你沒辦法判斷 你沒辦法買 那你只能去追 那現在有拉回你又不敢買 91APP今天還是創新高 這個股票我跟你講 這個禮拜漲很多對不對 下個禮拜會漲更多 就跟這個我之前跟你講這個對不對 板卡一樣 你看它都沒漲拉回 結果後面創新高 這個它漲完了沒 漢遜也是一樣 有些股票是走長線的 它不是走短線 它是走長線的 那你從最近這幾天的一個大盤趨勢來看的話 第一個量能的部分開始放大了 第二個這個主流回歸到電子股了 當然今天PCP主席裡面有幾檔股票很強 IC設計裡面有些股票 簡直是站在攻擊發起線 那我今天跟大家講 如果說你想在封關以前 你想要賺大錢的 你趕快要把握機會 如果說你在封關之前你賺大錢 農地新增開紅盤 你一樣可以大賺 一加一絕對大於二 一加一絕對大於二 閻老師今天會推出史上最大的 明天的股票會不會像這檔股票一樣 連續漲停板 還是連續創新高 我們一起來驗證一下 我麻煩今天大家一定要把電話撥通 因為你今天把電話撥通 我會事先送給大家的一個 閻老師生日上面的一個大禮 今天聽清楚全部一加三 一再加三 先打電話把名額先hold住 一加三 全部一加三 全部VIP 我只收一個月的簡訊費 直接服務你到年底 買一送三 只限今天 只有今天才有 你要好好把握 等一下電話趕快打 QR Code趕快賞 因為明天有一檔股票 很強很強 會不會強到會翻倍 我讓大家來驗證 只收一個月的簡訊費 只收一個月一加三 來 先把名額先hold住 明天直接 閻老師帶你進場 前面十位專線服務 好好把握 打電話 進廣告 就是不要錯過任何一位名師 手機掃描QR Code 鎖定運通財經台頻道 24小時幫您解盤 能源頭庫研分析師 擅長七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擁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歷經多次蜿蜒與空投 積極辦法公司 透視七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布局 透析大盤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進動服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待進保證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縮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益友 支付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投戶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美步棋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盤勢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起機 您將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爸爸 為什麼到路口要停車啊 因為我們是知道啊 哦 我懂了 對方是幹道 不管執行或轉彎 都擁有優先通行權 沒錯 只要設有停讓標誌 標線或閃光紅燈的 就是知道 應讓幹道車先行 要是沒有那些標誌 標線或者耗製呢 那就進入路口時 少線車道讓多線車道先行 車道數相同 轉彎車讓執行車先行 兩邊都執行 左方車讓右方車就對了 知道讓幹道 安全最有道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當然有人認為說 老師啊這個交易日啊 這剩9個交易日啊 到底有肉嗎 沒有肉 肯定有啦 肯定有啦 你現在不參加 現在不買股票 我跟你講 你到時候過完年 你可能會拚命買 你可能會買得比 嚴老實在更兇啊 我跟你講 你現在賺不是很好嗎 過年前對不對 過年前先賺一筆 過年後繼續賺 只要有行情你就做 沒有行情的話對不對 就先休息一下嘛 那現在有行情你不做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最近你看那個成交量對不對 好像越來越多了嘛 那現在上漲的股票對不對 強的還是很強啊 你會不會找對不對 未來會不會像這種軍工的 對不對 化學的 生技 這個生技 生技先漲嘛 所以說你上一波裡面 你買到生技的你就是大賺 生技差不多了 這個資金又轉到軍工 八貫 合成 雷虎 每一支都很好賺 那未來的話會不會轉到光的 光的股票沒有幾支 我認為現在做光的 在未來應該有機會大賺 大家都知道嘛 今天金像光對不對 這個拉漲停擺 但成交量太小了 你應該找這種的好不好 找這種先進光這種的 在低檔區的 如果說他有拉回趕快上車 大力光也是一樣 最近跌不下去了 玉興光也是一樣 昨天跟你講是不是 保勝光學 這個沒有融資券 這個沒辦法當充 所以說你要做的話 可能要做波段 拉回找買點 對不對 這個地方你買 昨天拉漲停了對不對 高價股也開始動了 這個好久沒有漲了 今天也開始漲了 超過6%以上 今天對不對 國劇也是一樣 老師國劇會不會到500塊 你太小看他了 你怎麼會認為說他只有到500塊 我認為可能對不對 600 700 800 1000塊 老師你真的這麼看好嗎 好像跟景氣不一樣 我看東西跟你看的不大一樣 我是講真的 你們看都是看報紙嘛 報紙有什麼好看的 你自己買一份回家20塊錢自己看嘛 是不是 還有人拿報紙給你看 每天跟你講鮑娥怎麼樣 川普怎麼樣 拜登怎麼樣 你幹嘛去看報紙 在解股票 我就覺得很奇怪 台灣分析師真的很厲害 看著報紙還能夠解 好像那個行天公的對不對 那個地下室的 分析師要有GAS 懂不懂 要有自己的看法 當然這個買股票 要買這種連續會漲 禮拜三漲停擺 禮拜四今天 要有連續系 要找得到新的主流 這個才會賺錢嘛 網家也是一樣嘛 你昨天不買 你今天你買得下 你買得下 你買得下 所以跟你講 股票還沒有漲之前你去買 沒有人跟你講 跟股票漲上去了 你再去買 不對 當然我今天的話全部開放了 如果說你要驗證 我明天要進場的股票 我非常歡迎 好不好 那我當然就是 這個20年來最大的一次回饋 1加3 1G 我再加3G 全部VIP以外 只收一個月的簡訊費 我直接服務你到年底 你今天的機會 你要好好把握 等一下電話趕快撥 那還沒有掃錨QR Code的 還沒有加Line的 明天要參與我們這檔股票的 大標股行動 你現在用手機掃描 只要你留下姓名聯絡方式 明天發動點 我們就一例通知 今天一個月服務到年底 只限今天 你好好把握 趕快撥打電話 趕快掃錨QR Code 好我們明天見 早上出門有天那麼晚 寒露過後風變涼 日子已經夠冷 一年燙天沒好睡 總是等到休息的時候 無論在餐廳、山頂、海面 我們都是用看水在外面穿 更感謝上天的痛苦 讓我們風調無順、無責任 如果開來 我們都要再燙一杯 保里達 明天才開來 保里達 並動足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待盡保證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您追求財富路上的良師益友 住三線 02-2321-9933 2321-9933 2321-9933 輪圓投戶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棋 長期佈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牌式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擊 您將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訂閱台股好事多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每週產業分析 專業分析師為您解析 掃描QR Code 訂閱台股好事多 讓您不再錯過精采節目